平时我的文章和影片甚少提及饮食 今次竟然会介绍饮食 介绍得多数不会是一般的饮饮食食 一定是跟文化历史有点疯了 几年前曾经去朝鲜讨生意和旅行 如果未看过讨论什么生意 那就要看回我的网站 当时在平阳吃了著名的平阳冷面 其实平阳冷面是朝鲜的传统食物 早年不太流行 直至在2018年南北韩领导人会面的时候 金正恩将平阳冷面带到南韩 就令平阳冷面突然跳上国际舞台 在南韩首尔有买平阳冷面的面馆 突然间就要排长路 在内地东北三省很多地方都能够吃到类似的冷面 那为什么是类似呢 根据当地人所说 冷面其实有两种 分别是平阳冷面和朝鲜冷面 平阳冷面看上去好像水那么稀 味道咸咸咸咸 朝鲜冷面就甜甜酸酸 有点辣 所以一看上去就分得出了 那现在先去一去首尔一间当年要排长路的平阳冷面面馆 可能热潮已过 加上不是吃饭时间 面馆已经不用排长路 价钱不贵而且十分好吃 这间面馆自设工厂 面条就是在这里制作的了 来到除了吃冷面之外 当然不少牛肉 在朝鲜最出名的当然是朝鲜政府各营的肉楼馆 不过店内不能拍摄 所以没影片看 肉楼馆在北京有分店 去帮衬一下 看看朝鲜和北京那碗平阳冷面是否一模一样呢 除了平阳冷面是一模一样之外 北京肉楼馆里面的侍应都和平阳一模一样 根据官方的说法 由于要保持水准 加上是国营 所以里面的侍应 厨师等等 都是在朝鲜过来的外奴 因此以前曾经流传过 貌美如花的侍应其实是间谍 一般人根本不会进去 今时今日去到肉楼馆 里面坐的全部都是北京平民百姓 为什么呢 看一个价钱你就知道 因为比在王府井更便宜 海心配海折 都是78元一份 接着继续签 接着签快点 金刚山的蟑虫肉 多少钱呢 四百多元250克 不是金刚山运过来的呢 接着就鱼了 这些在朝鲜旅行旅行里�� 挺直言 这些东西也吃 那些呢 这个东西呢 那些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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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呢 那些东西呢 那些东西来是更多 那个东西就是鱼5 金刚山圈 这些东西也是更多 然後太多了 因為後面 自己看吧 石頭鍋飯只吃的都是38元 但是這個就吃過了 又是鋪到整台都是108元 所以說要吃飯 就煮到這個就吃飯